上上礼拜我们讲 开始讲这个这一品的故事 那当时我一直要提醒大家说 一定要时常的 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一定要时常的提醒自己 这个故事是谁讲的 这个故事是学生们讲的 所以他们会把那个 比照对照表 是学生的这个部分 会讲的很不堪 因为自己讲自己 就是会一直消遣自己 那他在讲老师的那个部分 也就是那个爸爸的那个部分 会讲的特别的可怜 怎么讲可怜就辛苦 就是说那是一种 学生对老师的乳目之情 就是说你看老师 你为了要教我们这些学生 真的是不辞劳苦 就是说真的是很委屈你了 那你不要就因此而诠释说 佛经里面把这个 释迦牟尼佛来注释讲法呢 好像很委屈 没有 因为我们要知道说 接下去我们有一品 叫做药草品 药草品就是佛陀呼应 他的学生说 不会啦 我既然是佛陀 我既然是佛 我已经达到那个 那个觉醒圆满的地步 那我来这边度你们众生 我早有心理准备啊 我对你们都非常非常的了解 所以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委屈可言 也没有什么 我为难自己 或者说我也不会觉得 你们怎么会这样 那这是世尊这样子的老师 跟我们平常老师不一样 我相信在座也许也有一些 跟我一样当过老师 所以你常常会觉得说 现在学生怎么这个样子 怎么讲不听的呢 或者是说 这么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 你讲那么多次 他们都听不懂 我们是一般人 我们是凡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基本假设 就是我会的事情 你就应该要会 我愿意教你 我又花那么多力气教你 你怎么学不会呢 然后而且 你怎么讲不听呢 听也听不懂 那听懂了呢 也不照着做 这是我们对于这个 我们所教育的人的对象 但佛陀不是这样的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所以我们在看这个课文的时候 我们要实时的提醒我们自己说 这些话是谁讲的 是大家是尊者穆建联他们讲的 所以他们是非常的夸张的 要去凸显说 佛陀程度这么高 然后来教我们这些人 他一定是非常的不准 怎么会这样呢 我有这么好的 我有这么好的法杖要给你们 你们都不要 害我只好去教你们一些 怎么样得到涅槃寂静的方法 这是学生们想的 不是老师心里想的 这一定要把它分清楚 那回头我再跟大家 再讲一次 这个中国的文坛 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 很有名的人 像胡适啊什么 他们 他们不是佛教徒 他们不是为了宣教 而这个 称赞法华记 他们是单纯只为了 书写 就从文学的角度 他那个文字的 文字的精炼 那个 从这个角度来称赞法华记 那我想我们从这个第四品 你应该就可以 就可以了解 因为他 你看他在写 几个字 然后就把那个画面 还有那个动作 甚至我们都可以闻到味道 把它形容的这么 这么的活灵活现 我觉得就像我们 平常我们在 在讲 比如讲红楼梦 讲这个 曹雪芹多厉害 说他撒豆成冰 就是说 他在那个文字里面 两三句话 就把一个人的 个性苗 苗科的非常立体而鲜活 那我觉得法华记 也不输 因为你看 我们上个礼拜 在讲说 你看这个 这个小孩 我想大家应该都 不陌生这个故事嘛 就是说有个小孩 跟他爸爸走散了 然后这个小孩 那当然因为走散了 就是个 就是个流浪的人 那他就怎么 只能靠 靠这个苦力 做苦力 打工 来换饭吃嘛 那打工的人 当然就是从这里 流浪到那里 到那里 所以他就来到了 这个城市 刚好呢 就应征这个 人力派遣 我们现在的名词 叫人力派遣 那他们就是说 就是有介绍 那介绍呢 叫他去这个 大户人家里面 去应征工作 那他都还没有进去 找这个人事主管 他都没有去找那个总管 他只是在门口看 他光看他就吓坏了 好的 所以这个光看就吓坏了 其实我们 我们等一下会讲 这个是大木建联他们 在形容他们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会 就安于小圣以前 就是说 觉得那个太 太庞大的 那个 佛陀在讲的 那个大圣的 那个太庞大 而且 你要发的那个菩萨乐 你要去行 那个菩萨道 太 太 太太太太 太繁复了 就是 那个工作太累了 所以 所以他们会去投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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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穷 穷小孩就觉得说 算了 我还是去那种 比较贫穷的地方呢 我们就去打工赚钱 赚的工钱可能少一点 但是至少 不会太为难 不会叫我去做那种 太困难的事情 这样 这样懂吗 好 那所以 在我们看下一段的 那个那个形容呢 就非常的精彩 因为我们 我们觉得真的是 完全很戏剧化的 所以他转身就走 他转身就走 结果 结果这个有钱人 就就派人 去把他抓回来 好 那 当然这段情节 你说老师 真的会有出现 那种 那种 四尊去把学生抓 不是啦 他是一种反 反 就是等于是反 分的方法 就是说 如果 如果一开始的四尊呢 就强迫这些 只想要 只想要学这种 小盛的这些人 说你来 你来 我硬硬把他拉来 那我们 当时的我们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心智 这么的狭隘 所以我们一定会被吓跑 就像那个 所以他把那个 没有发生过 但是如果 如果当初 四尊不是这么的体贴 不是这么的了解 这些学生的心念的话 如果是硬要 把这么 硬要他们去学 这么严重的事情 他可能就会有 这么好笑的画面 这样 这样懂我意思吗 他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觉得好像真的很 很戏剧化 对不对 因为后来他就昏倒了 有没有 昏倒了 而且那中间还讲说 泼水 所以我们看 法华金在书写的时候 一点都不严肃 他真的活灵活性 在 然后好吧 那既然看到 就看到这样子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有钱的人就 就说好了 放他走了 放他走 就让他自由 不要吓到人家 然后才偷偷的派 派两个 长得比较不撑头的人 去跟他讲说 你还是回来上 你还是来这里打工 因为这里的工钱比较好 这边的待遇比较好 你还是来 而且呢 你来做的工作 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 就是清扫工作 就清洁工 扫大便 那他这边讲 扫大便 除粪 其实还是 也是有除灰尘的意思 就我们把它想成 就是 就是清洁工 就是 就是不需要 不需要太多的技巧的 就是一个 苦力的工作 那而且 而且 工钱是两倍啊 所以你来 这样子 好 那所以我们 我们来看看 故事 大概前面的故事 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 就接下来 重叠一下 我们上一次 所看到的最后一段 然后他说 儿子长者 将 将欲 幼影其子 为了要把他的 要把他的儿子 叫回来 那所以呢 就设了方便 就是这个方便 大家就知道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策略 那密遣二人 就 就让两个人呢 去 那这两个人呢 是要 先把 先要挑的 不能太 不能太 太光鲜亮丽 又等一下 又会把他 把他吓到 对不对 好 好 那就密遣二人 那行色 憔悴 无微得者 就是 长相是 看起来就是 不撑头的人 这样子 然后就跟他们 两个讲说 你们可以去找他 然后慢慢讲 你看 徐玉 穷子 讲话慢一点 不要 不要吓到他 所以你看这个心 是非常柔软的心 那这里有 持有做出 这里有 有工作可以做 而且呢 有两倍的工钱 好 那如果这个 这个家伙呢 如果 如果 同意了 那就 把他叫来 就把他带来 带来这里工作 好 那 如果他问你说 那我 我去 做什么工作呢 那你可以跟他 讲说 除分 就是 少脏东西的 而且还要跟他 讲说 我们两个人 也是 也是一样 就我们是 你们的 我们是你的 同事 所以他就会 比较怎么样 比较安 就是心比较安 好 那 所以我们常在 讲说 为什么 为什么在佛经 里面会有 这么多的菩萨 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 有同才 我们必须要有 必须要有一些学长 有一些在旁边 跟你讲说 不用怕 我当初也是这样 没关系 你有我在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问我 所以我们需要有 辅导学长 其实 其实我们 我们就是这样的心情 因为我们到了一个 新的学习环境的时候 我们会 会觉得很 很担心自己 是不是 是不是错过什么 会做错什么 等等 所以 所以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就是 长者派去的 那当然我们可以说 其实这两个人 他议会的 就是说 他一直 暗喻的 就是菩萨 有很多的菩萨 在这个课堂里面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两个 是跟你一样的 也是做这些事情 好 所以 十二十人 就这两个 被派去的人 就 就找到了 这个穷子 好 那既已得志 而且呢 也都 也都完成了 他老板 交代他的 的事情 也告诉了 刚刚老板 讲的事情 所以 好 这里还夹杂一个 夹杂一句话 我觉得 很可爱 就是 你看这 真的是 小鼻子小眼睛 就是说 那先给我钱 好 你先把工钱给我 再去工作 这是 这是 这是不合理的嘛 对不对 通常我们 我们在做 做这个 这个 劳力工作的 约定俗成 一定是 后领薪水 不会是先领薪水 我们 我们应该 应该是这样子 去工作签约的时候 是这样子 那 可是你看 他就说 我要先给钱 好 一样回来 这个故事是 穷子这个角色讲的 就是说 你看我们这么 无理取闹 但是呢 福托你都能够 接纳我们 所以他们真的 把自己讲得 很不堪 我觉得也是 很可爱的 一种表现 好 那 所以呢 所以 而是穷子 先取驾 就是那个工钱 然后接着 就是过不多久 就开始 做这个 除愤的工作 那这个爸爸 看到儿子 敏而怪之 好 那我要 我重点要讲 这个敏而怪之 那我们从字面上来 简单的解释 就是说 非常的同情他 而且有一些些的责怪 好 一些些的责怪 或者是 我们讲说 觉得很奇怪也好 觉得责怪也好 好 但是 请大家要记得 这绝对不是 佛陀的意思 好 佛陀没有责怪 任何一个学生 因为他太懂得 所有的学生的 个别差异 他不会去怪 他不会觉得 很奇怪 或者说 他也不会去怪罪 好 也不会去怪罪 好 就像 就像我 我之前跟大家 跟大家分享 好 我有一天 跟我的朋友在一起 那我的朋友 也说他们有在听我的课 那是听补课的 然后 然后是一对夫妻 然后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开车的 因为他们是从 他们在开车的时候停 然后这个先生就 就讲 这样开车一路 就从 这个 听 听你上课 就不会想睡觉 这样 然后就说 不会想睡觉 就很认真听 然后就觉得 开车也不会太久 从台北开到花莲 这样 然后这是他先生的想法 然后接下去呢 他就讲说 我太太倒是 听你的课呢 就睡得很安稳 好 那 他那个 他太太就会 就会跟他讲说 你不要讲 这样子都不好意思 所以好像 好像说 应该对老师的尊敬 应该是说 听你的课 我就会听得很认真 很专心 怎么可以说 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好 那 我觉得都好 因为会睡着 或者是说 会很认真听 这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人 当时的情境不一样 不一样 而且我知道 我的声 我声音的声线 其实是挺催眠的 好 如果大家觉得 睡不着的话 可以听听我讲课 有很多就蛮助眠的 好 那 你说 老师你不会生气 说人家听 没有 我觉得 这不是听我的课 我一直在讲说 我只是在 我只是在提供一种 一种方式呢 带领的大家可以开始 开始认为 开始了解 认识 这个佛经呢 他没有离我们那么远 好 那你愿意开始 用一种阅读文字的方式 去接近佛经 我觉得 是一个很 很 很幸福的事情 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 你有没有很认真听 我讲课 一点都不重要 但是因为 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 然后你开始接触佛经 我觉得就很 就很 很开心了 好 好 所以这个敏而怪之 是学生自己觉得的 说老师 看到我们一定会觉得 一定会觉得说 哎呦 我哪有那么猛 他一定会又可怜 又生气 这是 这是我们要 要带来解释的 好啦 接着 我们接着看 接下去 又以他日 就是过了一段时间 那 于窗友中 好 那这两个字 其实 我们现在不太用 这两 我们都用窗户 窗户 其实户是什么 户是门 户 户不是窗 窗友 这个窗呢 开在墙壁上的叫友 开在屋顶上的叫窗 这是最早 在古老的汉朝的建筑里面 就是 所谓的窗或友 它都是开一个洞 做什么呢 让光线进到屋子里面来 或者是通风 所以 所以呢 会在天 会在屋顶上面开 让光线进来 像开天窗 那个叫窗 那像我们现在的房子里 开在墙壁上的 那个叫友 好 不管 那是我们以前 我们现在不用这些字眼 那以前的 以前的人的 称呼嘛 好 反正呢 就是有一天 就是后来的有一天 那这个 这个有钱的 这个老人呢 他就从屋子里面 透过那个窗户 这样 这样懂吗 这个画面就看得懂了 他就从那个窗户 穿过去看到 摇见紫生 看到这个 他这个小孩 他就摇见 所以是远远的看 不是很靠近 远远的看到他 他在干嘛 他在扫 他在扫 扫土 你不要一直觉得 他是在扫大便 因为 因为你说 那个有钱人 为什么会从窗户 看到看到厕所 他其实是 粪土的意思 就是那个脏东西 他就是在做 清洁的工作 他就说 他也要远远的 看到这个小孩 好 这个 累瘦憔悴 就很瘦 然后那个 整个面容 非常的憔悴 然后身上呢 身上的那个 脏的东西啊 好 粪土 成奔 都是 这个奔也是 奔 也是 也是灰尘 就是土啦 土啦 成土 好 就是说 全身都脏兮兮的意思啦 好 误会不尽 好 他看了以后呢 他想了半天呢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把他的阴落 把他身上的这些装饰品 都怎么样 脱下来 阴落 还有细软 上腹 好 这些 这些 这个上腹不是上衣啊 上腹是好的衣服 好 那些 很细 很柔软的 好的衣服 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装饰品 好 那些所预配啊 什么这些 就通通都脱下来 然后呢 耕着 粗壁 垢腻之一 就换了一件 比较初步的 而且呢 不是很干净的衣服 好 那 成土 笨身 然后这个笨 就是动词了 就把土呢 往身上这样涂一涂 所以我刚刚讲说 我刚刚讲说 法华经真的是写实派的 但是很仔细的讲那个动作 他把好的衣服 把一些装饰品 把一些 配戴的这些 这些首饰呢 全部都 脱下来之后 换了一件粗的衣服 换粗的衣服还不够 因为太干净 也不 没有办法跟他 跟他相同 所以还把土呢 往身上扑一扑 所以那个笨 这个动词呢 是泥土 掉下来的 那个动作 泥土往身上 喷一喷 就丢一丢 这样 把自己弄脏脏的 就是了 右手支持 除粪之气 就扫除的工具 那 壮有所谓 就看起来就是 畏畏缩缩的 所以他是要假扮 什么 假扮 也是一个 除粪的工人 或者是说 假扮 这个 就是要跟他一样 所以这边有 奇怪 好像前后会不太合理 因为他接着他去跟那个人讲 说你是我儿子 大木剑联 他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就特别要强调说 老师 你为了要跟我们讲话 为了要 说服我们 来教我们这些 真的是很鲁顿的小孩 还要怎么样 还要把自己打扮的跟我们一样 就是同理心 还要把自己降格跟我们一样 真是委屈你了 所以这是 他特别用这样子的方法来 来 说明他对于老师的不好意思 愧疚等等 好 然后呢 就宇宙 他说 那换好了之后呢 他就对旁边的人讲什么 你们继续工作 不要停下来 好 你看这个 一个小小的 一个 一句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整个画面 非常的 因为旁边的人 当然知道 是怎么回事啊 就怕他们大惊小怪 所以就说 好 你们都 你们都不要 不要作声 你们就继续工作 继续工作 好 所以呢 他也就跟着一起扫 这样懂吗 这样懂吗 好 就好像说 今天如果 假设啦 你在做义工的时候呢 你在清理厕所 然后 然后大家都穿着 义工服嘛 然后洗着洗着 突然一台都看到 蔡英文 好 然后总统 怎么在这里 然后总统跟你讲说 不要作声 你就继续扫 这边那个画面 就是说 这些旁边 也一样在做 清洁工作的人 一定会认出来 这是老板嘛 老板怎么穿 这样子的衣服 所以他跟那些人讲说 那如等勤作 勿得谢洗 就不要 不要 不要干扰你们 你们就继续工作 他也 他也跟着扫 所以以方便顾 得尽其子 就是接近了他 因为 因为你们都是同类的人 然后就接近他 而且他故意 假装什么 假装讲话 很大理大计的 说 这个舵 这个舵倒不是说骂人 就是说 就是比较粗 粗俗的一种 一种用 说话的方式 就 男子 就是 这个小儿子 辱长作词 勿赋于去 当家辱家 就是说 你就继续 在这里做工作 不要再去找别的工作了 我给你加薪 我给你加薪 然后呢 不但加薪 还有员工福利也变好 如 诸有所需 像你基本的需求 什么呢 盆气 米面 就是 产品油盐 酱醋茶 盐醋之俗 这个 莫自 以乃 就是说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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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这些需要呢 不要 不要委屈 不要委屈 你就提出来 而且呢 还有个老的 老的用人给你使唤 有个帮手给你使唤 好 那其实呢 这个 你如果有听过 大师们在讲 讲这段的时候 他其实是 亦有所指 亦有所指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 这些盆气米 面 盐醋之俗 就是这些都是 基本需求 也就是说 佛陀在教这些 学生的时候 一开始都是教一些 基本动作 那么这些 基本动作呢 满足了 那么还有 教他们一些 神通 所以这个老壁使人 就是说 一些不怎么 灵巧的 神通 所有这些都是 学生们在叙述的 就是说 基本需求 这些能够解决 日常生活困难的 这些 三十二 三十七道品 那以及长出来的 那些 那些神通 所以大家只要 一看到 佛经里面 只要一讲到 有用人 有奴隶 什么的 他不是 他就是在讲的是说 你有一些 可以帮你 做事情的能力 就是我们讲的神通 好 不管是神族通 天眼通 等等 好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木建联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刚开始来 好像只有 就专心来 来解决我们 这个最基本的 求生的 这些困境而已 好像 佛神都给我们 很好的 给我们很好的 这个待遇嘛 那 虚者相及 好之安逸 你就 需要的 你就 那 都 都可以得到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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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呢 他就会 想办法 就拿给你们 所以只要你们有需求 你就跟他讲 然后他就会 他就会拿来给你 所以呢 你就安心嘛 你就安心在这里 继续工作 那我呢 你把我呢 就当做你爸爸一样 我就 不要 就是不要见外 误附忧虑 就是说 你就把我当爸爸一样 因为我会照顾你 为什么 为什么我对你那么好 他就要这样讲 为什么我对你那么好呢 因为我年纪大了 而且呢 你 你还年轻嘛 那我 我这个 观察你 辱常坐实 无有期待 我有观察你 你很认真 不会 不会这个 不会这个 偷懒 不会懈怠 也不会偷懒 这个期待 就是说 假装自己在工作 其实呢 是在偷懒 这样子 那也 没有称恨怨言 也没有 都不见如有此 诸恶 如鱼 做人 什么意思 我没有看到 你出现这些 不好的这些行为呢 是一般 一般工作的人 都会有 不像其他的 做这个工作的人 他们多手少少 都会有一些 称恨怨言 我没有看到 所以我觉得 你是一个 很好的青年 好 所以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也是一个合理化 把这个故事 合理化 当然 当然呢 这个学生们 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也都会想起来说 其实佛陀在 在教他们的时候 也都是给他们 很多的很多的 鼓励跟称赞 就觉得自己是被 被爱护的 被 被照顾的 所以我们 我们看这个故事 要看 往这个方向去看 然后你就会看到说 这些学生 真的很 真的觉得很 很幸福 在这个班级里面 就老师有照顾我们 然后也不会 逼着我们 一定要做什么 这就是我们 一直以来 跟着老师 这么多年 我们的感受 我们的感受 所以他用了 这样一个故事 来 来 来讲给老师听 那 所以至今 至今以后 就从今以后呢 如所生子 我就把你当作 亲生的这样看待 我会好好照顾你 好 然后呢 即使长者 更以坐自 名之为儿 又 什么意思 就是换一种 称呼叫他了 就好像任干爹一样 就是 儿子啊 儿子啊 这样子 给他换了个名字 这不是真的改名 就是换了一个 称呼他的方法 就变得更清净 变得更清净 就像 就像你刚开始 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叫他 张先生 然后那个张先生 就跟他讲说 跟你讲说 你叫我种就好 你就拉近那个距离 所以这时候 长者呢 就直接就跟他 就叫他为儿子 就这么 因为表明了说 我非常欣赏 你这个年轻人 而是穷子 虽心 虽然很高兴 有这样子的 的遭遇 所以这就是这个穷子的特质 好 再还是再一次提醒 这所谓这个穷子 他指的是 讲故事这个人 他在讲他自己 他这时候 他就不敢讲自己 太太小掰 他就说 虽心此欲 由故自慰 好 就是说 虽然很高兴 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遭遇 但是呢 还是觉得自己呢 是过客 好 而且是一个 做 做 做这个 低等工作的人 就是对自己 就是对自己 非常的 不会好高骛远 虽然好像 这个人对他很好 这个 这个老板对他很好 那给他这么好的待遇 但是 不会觉得自己 有什么特别 还是觉得说 我就是一个流浪的人 我就是一个 我就是一个 认真打工换 换饭吃的人 那 所以 就是个 就是个低下的人 由事之故 于20年中 常令处分 就你看20年都在做 同样的事情 过世后以 心向体系 就是说 慢慢慢慢的 慢慢慢慢的 他已经适应了 这里的生活 他也都调适了 他是被认为 刚儿子这件事情 入出无难 然其所指 游在本处 就他也不会搬到 本屋去住 他就是住 住在他原来的 员工宿舍 但是呢 慢慢的 他已经行为举止啊 什么 不会像第一天 那样子 就昏倒了 就 已经比较 比较融入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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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面 好 然后 这讲故事的人 就喘口气 就对老师 老师 继续讲那个故事 他说 而是长者有其 自知 死将 将死不久 这都是 文言文的 道状句 就是自知 什么不久 将死的意思 不是 不是死了不久 是知道自己老了 而且生病了 就要死了 所以他就对这个 对这个 新任的 这个刚儿子讲说 哎呀 我跟你讲 我今多有 金银珍宝 仓库 银翼 你看这我形容 其中多少 所应取语 就是说 那里面库存有多少 该怎么花 该怎么用 我觉得你应该 要去熟悉它 好 我觉得应该 要熟悉它 那我心如是 当提此义 老人讲 我希望你去了解一下 因为你要接我的家业 所以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你能不能体会 我的用意啊 好 因为为什么 我要对你提出 这样的要求呢 因为 经我欲辱 变为不义 一家用心 另无 另无漏私 好 我已经很确定了 变为不义 就是 我不会再改变了 我就是这些东西 都要给你 所以你应该要 多花一点心思 在这上面呢 去检查一下 你到底这些 这些 这些财务的运作 这些生意的运作 所以他是真的 在讲故事 你看这很合理嘛 如果你去认了 一个干儿子 回来要 要继承你的家业 那你已经知道 你很老了 你不可能想说 好那我都 我什么都不跟他讲 然后我就死了 然后他 完全杀母嘛 所以我会开始 给他做什么 行钱训练嘛 所以他就说 你应该要来了解一下 一家用心 另无肉食 这样子 你才能够真正了解 我有些什么东西 好 而是穷子 急受教赤 领知重物 经营珍宝 急诸裤肠 好 就是 他就 他就听话 所以你看 讲故事的人 他自比他自己 是这个穷子 你看他就是 什么长处也没有 心性很卑劣 然后没什么大智 但是我们很听话 而且我们很认真 所以 所以呢 是这个老人说 你要这样 他就说 哦好 那就很认真的 开始去怎么样 领知重物 开始去了解 了解这个 所有的家业 有多少 这些金鱼珠宝 急珠库厂 但是呢 都不觉得 我要贪心 而无吸取 一餐之一 而且呢 燃其所指 顾在本处 他还是停留在他 他认为 他住在员工宿舍里 他就在心意上面 他并没有觉得 那是他的东西 他只是觉得 老板对我很信任 让我去管理他 那我就认真的去管理 我认真的去做好 他交代我的事情 那我还是 我还是停在 我原来的位置上 我完全不会有贪心 好所以 你看这个是 一体两面的事情 他一方面要讲自己 讲我们怎么 为什么我们 好像都没有要 就是为什么 没有要要求 这个佛 帮我们受祭啊 或怎么样 好那一方面 他很自谦的讲说 哎呀 因为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胸 真的是不够开阔 我们以为 这样就够了 其实另外一方面 他还讲说 其实也不能怪我们 因为我们就很乖嘛 我们就不贪心嘛 我们就觉得说 哎这样就可以了 对 我觉得 《法华经》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原文是不是这样 但我觉得在那个年代 真的我要跟大家讲说 那个年代应该是 最厉害的文字书写的人 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在翻译经本 可以这样讲吧 因为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 那就是因为 皇室出很大的钱嘛 那而且你也不得 就是这也是一个荣耀 也是一种工作 所以他们是很认真的 在写这个 在写这个翻译的书 那所以就可以发挥 他们原本的 这个文采 这个夏列自信 亦能未舍 一直在讲自己这样 那么 父亲扫食 经过一段时间 父之 旨意 建议通胎 慢慢 你看他已经可以 可以给他一些 大的任务了 成就大致 自比先行 就开始有一点 已经有一点通达了 开始 对于他自己原来的那种 小鼻子小眼睛 已经有一点点 改变 然后就是说 开始觉得自己是可以 做一点大事的 所以他觉得 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 所以林玉忠实 而命其子 并会 并会 清竹国王 大臣 岔利 居士 阶西 以及 集之宣 就把所有的人 都叫来 然后叫他的儿子也来 然后就对着大家说 诸君当之 此是我子 我要现在宣布一个 天大的秘密 他不是我认的儿子 他是我真正亲生的儿子 我之所生 于某城中 舍无逃走 那 林匹辛苦 五十余年 其本自某 他原来是叫什么 什么名字 这是 这是 长者知道的 连这个小孩都不知道 对不对 他本来叫什么什么名字 我呢 也不是现在你们认识 我的这个名字 我呢 原来叫什么什么名字 那么 习在本城 幽怀蜕蜜 我是专程出来 找儿子的 好 如果这个故事 我们再跳开来看 如果他要暗喻的是说 这个老者 这个长者就是佛陀的话 那么其实 我们看到的是 在这些弟子的心中 他们感动的是什么 他们感动的是 佛陀是出来找我 知道吗 是他专程来找我 我们是他私善多年的小孩 他专程出来找 怀忧 怀忧蜕蜜 就是一直都在找 那忽于此间 会 欲会得之 此时我子 我食其福 我是真正他的 他的爸爸 他是真正我的儿子 经我 经我所有一切财物 皆是只有 都是他的 好 那先所出内 是子所知 就之前呢 所有的出出入入 好 那以及库存呢 他都知道 好 他都知道 他就这样宣布了 然后讲故事人就跳出来 讲故事人又跳出来 世尊我跟讲 那个时候 穷子文父此言 几大欢喜得未曾有 而作思念 他们这么想 我本无心 有所需求 今此保障 自然而知 他说 世尊我告诉你 那个穷子心中 是这样想 好 所以大家看到这里 会不会觉得很有趣 这这这对 不能讲这一对 这个班级里面的 老师跟学生的对话 是不是很可爱 你也不直接讲 大家亲自肚明 他在讲的故事里面 是什么意思 你让他接下来讲 世尊啊 老师 大副长者 则是如来 好 就是你 我等 我等皆是佛子 如来常说 我等为子 好 所以我 我把我们自己 比喻成 你的儿子 不是我们自己 瞎说 是你常这样讲 是你常常这样讲说 我们都像你的小孩 婆子 那 世尊我等 以三苦雇 好 因为我们 我们是人 所以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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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不同的苦 绑住我们 所以在生死中 受诸热恼 好 迷惑无知 要做消防 所以我们那时候 只关心着 要去解决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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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苦八苦 所以 因为那是真正当时困扰我们的 好 那所以我们才会非常的迷恋 然后我们非常的认为说我们学会这些就好了 好 所以就来请法 是请这 这所谓的小法 今日是尊令我等思维捐除诸法戏论之分 好 所以 所以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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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 做什么 让我们去思维怎么样去去除掉 去除掉所有的 所有的 这个诸法就不是佛法 就是所有的现象当中的 的细论之分 好 就你把那些外层的 不切实际的那些东西 就比喻成一些 沽着的东西 沾染在上面 我等于中 勤家精进 得知涅槃一日之甲 我就说 我们因为很很精进 所以我们有真的得到一些成果 好 那我们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涅槃 所以他现在用 一日之甲 就一天的工资 这样子来形容说 哎 那个得到的涅槃 真的是不算什么 好 但是我们当时 怎么样 既 既得此以心大欢喜 自以为足 好 便自 未言 于佛法中情 精进故 所得宏多 好 这是 很有意思吧 他就说 因为我们是困在那个烦恼 里面 所以一旦这个烦恼 因为你教我们的这些 这些技术 然后可以解除了这些烦恼 我们就觉得我们获得很多 但以现在来看 他就相当于 那个穷子去打工赚的 一天的工资而已 就觉得自己赚了很多 然世尊先知我等心 心着 必欲 就是说 世尊你 你先前就知道 你本来就知道 我们的心呢 因为是黏着在那个 非常 非常卑微的欲望当中 所以欲望就是说 我们只要 只希望赶快解决 我们现世的烦恼 所以 所以药与小法 好 那 变见众舍不畏分别 就是说 虽然那个时候 就是形容说 就像那个 把他抓到了 然后就把他放掉 就是说 你虽然认出我们来 就看得很知道说 怎么会这样子 但是呢 不马上去 仔细说清楚 不畏分别 如等当有 如来之见 保障之分 这是一句话 这个分别就是 条列清楚的说明 好 所以说 你虽然看到我们 怎么会 怎么会 这么得到一点点 就很满足 但是你不 你并没有 马上 就好像那个 那个穷子被抓到 然后 然后那个有钱 把他放了 把他放了 就 就先放过我们 所以没有很急着 要马上 清楚的告诉我们 说 我们是 应该有 如来之见的 保障 之分 就是 我们应该是 可以得到 如来之见 这样的保障 世尊以方便力 说如来之会 你用各种不同的 深入浅出的方式 来跟我们 教导我们 如来的智慧 我等从佛 我们跟随着你 得到涅槃一日之假 他又讲了 那个涅槃 现在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天的工资 那就以为是 哇 真的收获很多 于此大圣 无有之求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已经学得 我们很精进 我们学得很好 我们也收获很好 我觉得这样就满意了 所以至于 要成佛 应该不是我们 可以求的 我等又因如来之会 为菩萨开示也说 而至于此有 此 无有自愿 我们是有看到 你对那些菩萨们 开示也说什么 大圣 但是我们对这个 没有自愿 没有兴趣 为什么呢 所以者何 佛之我等 心要小法 以方便利 随我等说 而我等不知 真是佛子 我们不知道 那个是我们的 我们怎么觉得 我们是外人 所以就刚刚讲 他一直觉得 他是过客 所以我们要回来看 他现在讲的 这几个人是谁 虚菩提 大家设 木见脸 和加三眼 这些 这些人是 本来就是在外道学习 本来 我们讲的外道就是 记住 外道不是歪道 我们讲的就是说 他本来不是在 佛陀的教育系统里面 其实 整个僧团里面 没有几个是原本 就是佛陀的学生 我们上次 我们要一直讲 就是说 有两个很重要的人 他是从一张白纸 是被佛陀 从开始教起 一个罗后罗 一个阿玛 其他的 其他的都是长大以后 才跟随到佛陀的身边 尤其是像大家射尊者 他们已经在那样子的教派里面 所有学过的东西 都学得非常的 非常的精熟了 虚菩提也是 虚菩提本来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 那这个 瑟利弗跟大木见脸也是 我们上次有讲过 他们都还有粉丝 他们带着 带着弟子过来 好 所以他们所 所发表的言论 他们所发表这样子的感想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背景把它搭上去 然后才会 才会懂 那如果我们 迷迷糊糊的 就会不太了解说 到底这个故事在讲什么 到底这个故事在讲什么 这个故事就是 就是这几个人 他们的心声 就是说 这么几十年来 那我们呢 带着我们原来的背景 然后我们来到这里 那我们以为我们就学到什么东西 而且我们真的学到 因为佛祖你教的真的很好 然后让我们真的很有收获 让我们呢 比在以前的 在以前的门派修行的东西呢 更多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认为我们达到极境涅盘 好 其实他今天听了老师讲之后 我们才知道 哎呀 我真的是怎么样 心量的自愿狭小 小鼻子小眼睛 对不对 好 经我等方之 世尊于佛智慧 无所另起 原来没有哎 你没有偏心的 所以者和 我等袭来真是佛子 而但要小法 若我等有要大之心 佛者为我说大圣法 这是我们的问题 并不是佛头有分班 有偏心 所以你看把心思讲出来了 所以他们原来心里想的是说 哎呀 我们 我们就是外人嘛 所以呢 佛陀跟这些菩萨们讲 讲大圣佛法 那我 就跟我们呢 就讲 就讲这些小圣的就可以了 就是 就是说 哎我们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就可以了 原来 原来不是 不是不是 原来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他就说 若我等要大 要大之心 如果我们是喜欢要学习大圣的话 佛一定会为我们说 好 那 与此经中为说一圣 好 所以今天 在今天这个场合 就说 就只有一圣 没有什么分班 而昔于菩萨前 毁自身闻要小法者 然佛是以大神教 好 就是说 所以以前 好像全部都算旧账 以前呢 在菩萨 菩萨班那边呢 跟他们讲说 声闻要小法是不对的 那其实呢 他在教我们的时候 现在他现在回想 是我们没有往那上面去 去进展 其实佛陀教我们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然佛实以大圣教化 事故我等说 本无心有所需求 是我们没有需求 所以我们看不出来佛陀 老师的用心 经法王就讲的就是佛陀 大宝自然而至 如佛子所应得者 皆以得之 好 就是说 今天就通通都懂了 通通都懂了 我们 声闻班 披之佛班 这个菩萨班 一样的 佛陀对我们是一样的 把他所有的智慧 全部都交给我们 是我们专注在 我们认为我们只能学 这上面那么多 所以其实我们都有 所以当然开心 好 那我们故事讲到这边 就我们先 大概回想一下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我想为什么我们 我们要讲这个 火宅三车狱 跟这个穷子狱 是非常非常大篇幅的 这个故事 那一个是佛陀讲的 佛陀就是 站在佛陀的角色 他要去解释 他去解释说 我为什么让你们原来看起来 以为我是偏心的 我分A段班 B段班 C段班 不是 我分 声闻班 披之佛班 跟这个 这个 菩萨班 好像你们看起来 我对这三个班的要求不同 好像我对你们的教学也不同 那可能会让你们误会 以为我是偏心的 我是有差别心的 所以火宅三车狱里面 要告诉大家的是说 我没有办法 是因为 我如果不这样子做 我会把你们吓跑 我会把你们摔到 我要用这样子的方法 让你们 又引你们来一起努力练习 那现在大家都已经离开了那个火灾 那么大家都在这个广场上面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说 都一样的 我一样给你们通通一样的大白牛车 就是说 我其实在 在开示误入的过程当中 我都是以大圣的方法 大圣的精神在教导你 没有其他圣 没有 这是佛陀自己在 一直不断的强调解释 那我们在前面那篇的时候 有跟大家解释过 他不只是为自己 在解释他的教法 更重要的是 他要提醒说 那你们以后出去教书的时候 你们也会碰到这个问题 这样的吗 你们也会碰到这个问题 所以你们也要 也要注意 要像我一样分成三个班 这样的吗 好 那当听完了这些之后 学生们心里怎么想 要把他们心中的东西讲出来 所以第四品呢 就是学生们讲出来 所以你看学生们非常的直白 有没有看到 他们非常的诚恳 他们连当初 他们小小的哀怨 也都讲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他讲说 我们现在才知道 原来不是老师偏心 原来是我们自己不长心 原来老师教我们的都一样 是我们自己只挑我们自己 想要学的学 那现在我们懂 我们懂了 我们就像那个 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财富的 穷小子 那今天呢 我们才知道说 这么庞大的宝库 都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是开心的 好 所以他们是要呼应老师 就是说 没有错 你看的都没有错 我们的确曾经有过 这样子的想法 我们认为 我们已经错过了 成佛的年纪 我们认为 行菩萨道呢 不是我们的 不是老师 不是老师 这个 这个 怎么讲 不是 就是说 我们现在都懂了 就是说 我们 我们原来是真的 像老师想的那样子 我们有点 有分别心 他们是他们 我们是我们 那所以现在 刚刚老师讲的那个 火宅三色域讲完之后 我们全部都懂 所以我们就讲个故事 给老师听 来让老师放心 也让老师知道说 我们真的听懂 你刚刚讲的那个 我们都能够接受 这样的吗 所以他们是 你讲一个故事 我讲一个故事 那你说老师 为什么要这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 为什么就不直接讲说 哦 老师我们懂了 不是嘛 这就是法华经嘛 那故事很重要 对不对 你看 老师讲个故事 学生讲个故事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他们 每一个面向 都要去呼应到 因为我们抽 那我们看故事的人 我们能够看到的画面 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这些学生们 在此刻 他们的心情是什么 这样可以 好 那你说老师 那我们呢 我们很幸运嘛 虽然我们在末法时期 好像很委屈 我们没有见到 我们没有见到佛陀 对不对 那我们都是 看人家的那个 联合大笔记 这样 可是我们有 我们的幸运 为什么 因为累积了这么多年 只要我们可以找到 正确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 直接从大圣进去了 看到没有 尤其是有很多 很多朋友 你根本什么经都没有读 就在志工工 就去做志工了 就在从这种 做中学 有没有 做着做着 然后就有人跟你讲说 你要来上课啊 什么的 好 所以每一个人的机缘不同 每一个人的机缘不同 但是我们要从这些故事里面的 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坚实的一个信念 就是说不管我们是从哪一个门进来 我们都是佛子 我们都是佛子 那我们得佛法分 知道吗 就成佛的这个这件事情 我们是有份的 好 但是我们每一个从不同的门进来 好 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 不要慌张 不要去跟人家比 不要慌张说 我现在几岁啊 怎么会有啊 能做多少 还有就是我们讲大胜的 那个无限宽广的时间走 我们会慢慢慢慢慢慢 一直给大家建立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说 就没有什么时间太不够的事情 也没有说 你好厉害 我很笨 没有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坐标点 不一定是在 谁在前 谁在后 所以都不要管这些 那管什么呢 就管说 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里面 吸取到什么样的养分 那这些养分可以帮助我们 把这个世界 把我们的生命看得更清楚 然后把我们所碰到的所有的事情呢 我们有能力去处理的 非常的轻巧 好 散巧 然后呢 所以我们的生命呢 会变得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清明 然后呢 就 很多的烦恼就慢慢慢慢慢慢就消失 最大 我们人最大的烦恼是烦恼是什么 怕病死嘛 对吧 怕病死嘛 那现在疫情的情况 你就拿来用用看 甚至佛法有没有办法 可以让你的心比较稳定 买不到筛迹 排队 什么这些 焦躁不安的这些东西 佛法用得上用不上 好 那 对于未来的惶恐 好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那我们不是说我们读了几篇经书 马上就我们就很厉害 但是我们知道说 呃 在在佛经的的内涵里面 他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股智慧跟慈悲来 来来慢慢的熏陶慢慢熏陶 那我们就可以让自己过得更自在而美好 好 好了 那就是在课本的79页了 好 摩赫加设 好 这就证明了 因为这前面好像没有讲说是谁讲的 好 那我们就知道这是大师兄讲的 是摩赫加设欲重宣此义而说寄言 好 那呃 像这样子把前面讲过的东西 再用记子讲一遍 那就是重颂 好 那他就开始讲 我等今日闻佛音教 好 就听到佛佛佛用声音讲的内容 欢喜踊跃得未成有 好 那所以 所以我们上次有讲 有教大家说那怎么样去分段 好 那通常就前面开头的这四句就是一个开场白 那佛说声闻当得做佛 无上宝具 不求自得 好 就是说 佛说你今天既然讲过我们这些声闻众啊 是可以 可以 可以做佛的 感觉上 感觉上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有很多很多的宝物啊 从天上自己掉下来 我们不求自得 好 没有求他就自己跑出来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 有趣的说法 好 好 那将来大家会在别的地方看到这样子一个名称 好 就是这个自然制 好 就是佛制 好 就说 虽然你不求 但是呢 你就是有了 你就是有 有朝一日 实际成熟了 你就发现说你 你你你会 你会往那方面去走 虽然你刚开始的时候 以为你自己是不会有的 好 不求自得 好 譬如同志 他就开始讲这个故事了 好 所以前面四句话是 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 啊 老师我们今天听了你这样讲之后呢 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开心呢 原来啊 佛 佛 你你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些声闻呢 是会做佛的 好 就好像感觉上像 无上宝具 不求自得 这样子的开心 好 就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这样子 好 那所以我们就讲个故事了 好 那譬如同志 幼稚无事 舍父逃世 远到他土 好 呃 也不管是为什么了 可能爸爸给他的功课太多 还是怎么样 就就离家出走 反正呢 就是离开了家 周留诸国 五十余年 其父忧念 四方 推求 那这都没有问题 好 就是 就找 找小孩嘛 好 五十余年 好 求自忌疲 顿指一成 好 因为找小孩 找得太累了 所以就 在某一个城 就 就 就停下来 啊 就是 就是暂时 就 居住在那里 照例宰 社宰 五欲 自愈 就在那个地方停下来 然后呢 就盖了房子 然后盖房子之后呢 也就开始过日子 五欲的意思就是 我们的什么 色身香味 醋 对不对 我们的感官 就是吃得饱 穿得暖 这些的 其家巨富 多租金银 车取 玛瑙 珍珠 琉璃 向马 牛羊 免玉 车胜 田业 同步 人民 众多 开始形容 这个有钱人家 我想 我们就不用再多解释了 那出入利息 乃片他国 出入利息 就是 也是有往来 就是有 不是只有 有很多钱 然后一直花那些钱 就是还有一些什么 还有一些生意往来 可能 就会 还是会赚钱 这钱会赚钱 哪片他国 那 商雇古人 就这些商人呢 无处不有 就是来来去去 他们家非常多的员工 非常多的 就是事业 做得很大 大企业 千万亿众围绕宫镜 常为王者之所爱念 群臣豪足 接贡宗宠 所以他已经是富可帝国 所以他们家来来往往的呢 都是一些国王啊 或者是一些大臣啊 大家都非常喜欢跟他交往 以诸缘故往来者众 富豪如是有大历史 而年 久迈 亦又念 虽然什么都有了 金银财宝 所有的 名利双收 什么都有 可是就是想着他那个 不见了的儿子 树叶 日树是白天 夜是晚上 唯念死之将至 狮子舍我五十一年 所以早上晚上日日夜夜 他都时时挂念着说 你看我都已经这么老了 我要死了 好 那 这个 这个小孩呢 离开我已经五十几年 我到底找得到找不到他 好 那我这些裤藏住物当 当如之和 该怎么办呢 要交给谁呢 好 那这是 这是富人这一边 好 有千人这一边 然后镜头转到这个 这个小孩 而是穷子 求所一时 从义至义 从国之国 就说一个层到另外一个层 从一个国到另外一个层 或有所得 或无所得 有时候赚得到钱 有时候找不到工作 所以呢 有一餐没一餐的 所以才会这么瘦 那么强瘦 好 季二雷受 体身苍显 好 所以就过得不好 好 见次经历到复住城 好 就是 那就是走着走着呢 就到了这个 这个他爸爸所 暂时停的这个城 好 那 雍令辗转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 人力仲介 雍令转 因为我们现在来讲 人力仲介 就把他仲介到 这个他爸爸的这个 这个家子 家里面去 好 那他就去了那边 要去找工作 而是长者于其门内 狮大宝藏 就是盖了一个 非常大的帐篷 好 储狮子座 所以现在你知道 狮子座就是一个 大的一个像态势 也可以坐 可以躺 这样 眷属围绕 诸人侍卫 就围绕了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奴仆 或有计算 经营宝物 出内财产 寄书捐书 他讲得更仔细了 这些人我要的 他做什么呢 都是在跟他报 都是在跟他报告一些 一些账目 所以有人在算 有人在跟他报账 跟他讲说 我们的裤厂还有多少 那还有什么 我们借出去的钱 我们要应收账款多少 应付账款 就是很忙 这样子 所以穷子 见父 豪贵 尊严 他远远看着 想说 应该是个国王 或者是跟国王一样 等级的 所以 经不自怪 何故自此 我怎么会跑到这里 来找工作呢 这么大户的人家 我没有办法 父自念言 我若久住 所以他就想 或见逼迫 强驱使做 想太多 想说 哇 这大户人家 如果我来这边工作的话 恐怕他们会 要求我做一些 我做不到的事情 好 那个 我想 这样子讲 大家 不晓得会不会有 有 有这样子的 同理的感觉 就去一个地方上班 就我们再选择 去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公司 如果我们讲公司的话 是不是 是不是偶尔 我们也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在小公司就好 就是说 这样规矩不会太多 那人际关系不会太复杂 那这个 至少老板 跟我 没有隔很多层 那如果说 我是去一个 很大公司的上班的话 那我 老板永远看不到我 对不对 然后这个大公司 很多很多的规矩 我恐怕会 会误触 那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说 如果我是去人家家 帮佣的话 如果去人家家帮佣的话 那去那个太有钱人家 我们也会担心 那万一 不小心打破一个杯子 恐怕就 好几个月薪水赔不起 等等 所以我们这样子去想 你大概就可以 体会这个穷子 为什么 为什么会觉得 看到有钱人家 他就不敢去工作 他并不会觉得说 那我去的话 可能赚比较多钱 这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的写照 当然这是 大家是在讲他们自己 思维是以持走而去 赶快跑 赶快跑 借问评理 欲望用作 就赶快问说 有没有 有没有比较穷苦的地方 我们可以去工作的 张者事实在狮子座 摇见其子 墨而是 静静的他认出来 他认出来 好 那其实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人 在讨论这个情节的时候 就会说 这个故事怪怪的 为什么这个爸爸 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小孩 是他的小孩 好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在法华间里面的 这些庇域的故事 但凡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 他就一定要说些什么 所以你不要觉得 你所怀疑的东西 不好意思说 你把它记下来 慢慢你就懂得了 这个关键很重要 这个长者 为什么一眼就看 看认得这个小孩 是 大家是尊着 他们这些学生 要讲这个故事的重点之一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真的无知啊 佛陀你根本都知道 我们是怎么回事 他要强调的是说 你刚刚讲的那个 火宅三车域里面 所讲的那些内容 我们听懂了 我们听懂了 你一向都认得 我们就是佛子 是我们自己不认得 我们是谁 这样的吗 就是说你再怎么遥远 再怎么你都认得 因为你是大神通的佛陀嘛 也就是说 另外一个就是说 那所有人都是佛子 所以他都认得 所以这个情节很有趣 这么远 他一眼看就认得 而且不是五十年 然后四个五十年 你还认得他 对不对 他说莫尔是之 他静静的看出来 所以呢就 即使适者 追逐将来 他那个动作很快 就说去把他抓回来 所以他没有去解释说 为什么要把他抓回来 所以穷子惊患 迷闷闭闭闭 整个就昏倒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要抓我 为什么要抓我 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 我不是在门口偷看一下吗 所以你看大户人家 真是来不得 而且他可以吓到说 他必当剑杀 一定会杀我 何用一时使我致辞 就是说怎么会 我只是为了要求个温饱 怎么会落得这样子的下场 何用一时使我致辞 我要求的不多嘛 不过就是要找个打工的机会而已 怎么碰到这样的事情 长者之子鱼翅狭烈 狭就是窄 不信我言不信师父 他是没有办法相信我讲话的 既方便更取缘 好吧那就把他放走 更浅于人 然后再另外派人 他就讲的 就是歪着眼睛 然后驮着背 然后你看 这个 这个渺目琢瘤 而且找一个比较长相 不端庄的 不端正的人 不帅的人 无威德者 就派这样子的人去 然后就跟这个派去的人讲说 如何预知 就说云当相雇 我要拼他来做什么呢 除租奋会 备于价 能够用 这个双倍的价格的工钱 来雇用他 所以你看记子里面就没有讲 就没有提到说 这个穷子呢 要先拿 先拿钱再工作 很好玩 你看长文里面就有讲 他说穷子文是欢喜谁来 你看他很简单 有两倍的工钱就来咯 好 未除奋会 竞诸 仿舍 这样的吗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 他不是扫大便 他是扫脏东西 那 所以是来清洁 来做清洁工 那长者与有 就在那个窗户那边呢 常常看到 这就比较 不是有一天看到 是常常他经过的时候 就看到他 在扫 在清洁 面子与裂 要为鄙视 就你看他就做这么 比较低等的工作 就开心了 就很安定了 好 那于是呢 于是呢 长者 着臂购衣 就有天他换装 也拿着 这个扫除工具 往道指索 就在 去到那个儿子 所在的地方 好 那 方便附近 雨令请坐 好 就方便附近 就是说 跟大家 旁边的人讲说 你们就继续工作 好 既收乳驾 并图足有 就是说 记忆乳驾 并图足有 这个是一个员工福利 好 那大家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涂 脚要涂油呢 不是脚底抹油要溜 不是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都是光脚 所以脚很容易裂 所以这个足油 是一个 是一个很 很享受的事情 就是福利 饮食充足 兼习后暖 就跟 就跟他那个儿子 这样说 我来给你加薪的 好 而且呢 而且呢 你有那个足油 可以涂而且饮食充足 然后这个 这个铺盖啊 就可以弄 比以前暖和 这都是生活必需品 生活必需品 好 如是苦言 辱当勤作 又以软矣 就是说 你 你就 你就认真工作了 而且呢 就很温柔的说 我 若如我子 就像 你就像我的小孩一样 好 那 长者有志 建令入出 好 就是说 慢慢的 慢慢的 所以这个跟 常文写的 的情节 不太一样 就这样子 慢慢的接近他 慢慢的带领他 经过二十年 执作家世 士气经营 珍珠玻璃 租物出入 接使令子 所以是 在这二十年当中呢 慢慢的让他接近 慢慢的去培养他 慢慢的去 去教他 但是呢 他有储门外 只 只树草安 他还是强调 这个穷子 非常的 非常的 守本分 我们说是守本分呢 还是说 不会痴心妄想 这么说 那有储门外 只树草安 就还在他原来的 员工宿舍里面 自恋平视 我无子物 就是说 这些 这些 这些经营财表 跟我没有关系 父之子信 建议广大 欲与财物 想要把这些财物呢 就交给他了 所以呢 就聚集了亲族 就把所有的 那些亲族呢 就招来 有哪些人呢 国王大臣 查理居士 然后 于此 于此大众说 是我 就对着大众讲说 哎 这个是我的小孩 舍我他行 经五十岁 自贱子来 以二十年 这样子就七十年过去了 那西于某城 而失誓子 周行求索 遂来自此 所以我以前是在某个地方的 在那里 我们两个走散了 那我 一路找他 找着找着 所以才会来这里 凡我所有宅舍人民 习以父之 自其所用 就任他去处理 全部都给他了 就是 全部呢 由他 交给他 全权处理 只念习贫 自意下列 经于父所 大获珍宝 并及宅舍舍一切财物 盛大欢喜 得未成有 所以 这个 这个 穷子呢 就想到了说 哎呀 以前 好穷啊 因为穷 所以呢 这个 志向呢 就 就比较狭小 那今天呢 得到这么大的一个 我们说是遗产吧 这么大的 宝物 宝藏呢 当然是 高兴得不得了 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 他说 佛意如是 就回来讲说 佛 世尊啊 您也是这样的 知道我们 知我要小 未成 说言 无等作佛 你了解我们的心意 所以你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说 我们会作佛 而说我等得诸无漏 所以都教我们呢 怎么样可以得到 没有烦恼 成就小胜 生文弟子 我们定义在 帮我们 分在这个 生文班上面 就能够 能够这个 这个 解脱 解脱烦恼就好 那佛至我等 说罪上道 修习辞则 当得成佛 其实 其实呢 你也有教我们 好 就我们现在想起来 我们现在想起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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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说 就 就 就只有教我们小胜 感觉上 只要求我们 但其实上 你有教了 好 那说 我成佛教 为大菩萨 以诸因缘 种种批语 若干言辞 说无上道 诸佛子等 佛至我等 说罪上道 好 所以说 说罪上道 就是要行 菩萨道 要成佛 好 那修习辞得 辞者 当得成佛 好 就是说 今天佛 佛在讲这个 我们就回到 今天这个 这个 这个华盛会上来 好 我成佛教 我成 我们受到 佛的教诲 好 为大菩萨 以诸因缘 种种批语 若干言辞 说无上道 好 那诸佛子等 从我文法 日夜思维 精情修行 适时诸佛 适时诸佛 即受其境 好 如于来世 当得作佛 一切诸佛 秘藏之法 但为菩萨 演其事实 而不为我 说思真要 好 他要形容的是 这样 这样懂吗 就是说 你 以前都 对我们说 对我们说 是这样 但是呢 我们是 真的有 有听过你讲的 说要 行菩萨道 但是呢 好像没有要求 我们 这样 这样懂吗 就是说 你 你今天讲的 这些东西 我们似乎 以前都有听过 只是以前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什么 我们认为说 只是 你只是 为了那些菩萨 菩萨般的在讲 而不是我们 你这些话 你这些话说 你们 你们应该要请 要修菩萨道 然后要怎么样 怎么样 而于来是当德做佛 一切诸佛 秘藏之法 这些东西 只是说给菩萨们听 好 那 他说 如比穷子 得尽其父 虽之诸无 心不惜取 就是说 我们的心情 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个故事里面 的那个穷子 他虽然 被 被这个爸爸授予 这样子 这样子的要求 说 你来 你来了解一下 我们 我们家的 我们家的 这个 这个状况 但是呢 他对于这些宝物 觉得那不关我的事 那都不是我的 我只是 我只要去了解就好 所以心不惜取 所以 我等虽说 佛法保障 自无自愿 亦父如是 我等内面 自未为主 为了此事 更无于事 好 就说 我等 我等虽说 佛法保障 这就非常非常的 情何以堪 好 我觉得这段很重要 我们再回头看 佛 佛 赐我等 说最上道 好 我们是 我们是 身文弟子 没有错 但是呢 你是 叫我们 也说这些东西 告诉 其他的人 所以 佛 赐我等 就是说 你交代我们 也说无上道 然后呢 告诉人家说 你修习此等 此者当得 作佛 那我成佛 佛教 为大菩萨 因诸因缘 种种批育 若干言词 说无上道 我们都在做助教 可是我们自己 心里面 竟然没有觉得 我们会成佛 这样子 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他去类比说 这个 这个穷子呢 被这个 有钱的爸爸 叫去 叫到那个 宝藏里面 去管理 去管理 他的财物 可是 他可以 他可以管理的 头头是道 可是他从来 没有觉得 这个东西 跟我有关 所以他要讲的是 这个 我们要强调的是 这个东西 因为 他们这些大弟子 都跟着佛陀 一起出去讲学 佛陀 跟 跟 跟菩萨道的 跟要求菩萨道人 讲课的时候 他们也跟着讲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很大的一个 一个矛盾的心情 我都在教人家 要行菩萨道 然后会成佛 但是我们心中想的是 成佛这件事情 没有我们的份 这样子懂吗 这是蛮 蛮悲催的 蛮悲苦的 对不对 好 他说 他说那 那这个 就像那个小孩 他所有经手的财物 他就觉得 跟他没有关系 好 那所以 所以他说 我等 虽说佛法 保障 好 我们虽然 嘴巴说的佛法 保障 但是自无 自愿 亦付如是 就像 就像那个 那个小孩 一样 所以我等内灭 就是我们 只 只把我们 自己的 这个 内在的 这些烦恼 好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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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火一样 在烧的这些 把它灭了之后 我们就觉得 很满足了 好 我们只 我们只完成这件事情 没有其他的事情 没有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等若文 敬佛国土 教化众生 都无心 所以我们只满足于 我们自己修行 然后达到 达到 无漏 没有 没有烦恼 那就 那就非常满足 好 所以这段 很 很有 很有意思 就是 他把这个真实的状况 讲出来 就是说 这些大弟子们呢 跟随着佛陀出去讲课 这些大圣佛法 他不是没有听过 而且甚至于 他都还帮忙讲 可是他的心中觉得 这跟我无缘 这跟我无缘 他们才是 从科班出身的 他们才有机会成佛 我们没有 我们只要 把我们的烦恼 全部都解决 就可以了 好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所以者和 一切诸法皆惜 空极 无声无面 无大无小 无露无微 如是思维 不生喜乐 我等长夜 于佛智慧 无贪无浊 无腹之愿 而治与法 会是究竟 我们觉得 我们这样是很好的 这样我们不贪心 所以 所以你看 这个真的是真情的 从心里面讲出来的 也有一点点的 有一点点的 哀怨 就是说因为 因为我们一向以来所修 最主要是 最主要是 他是修 头头第一的 那头头就是苦修 苦修就是要把 所有的欲望全部断掉 那所有的欲望全部断掉 那你要我们怎么样 渴望去成佛 好 那我想要跟大家 大家分享这一段 就是其实有很多的人 他们就会拿着金刚经的内容 心经的内容 来攻击法华经 就是说你看 金刚经也好 心经也好 告诉我们什么 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对不对 那为什么法华经 要一直讲 有有有有 名字啦 什么什么 这样的吗 他就会说 法华经是 不是正 不是不是 不是 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要 我们要 我们要掌养 我们的般若智慧 必须要了解什么 缘起信空 那缘起信空 缘起信空 那那为什么 我们还要去追求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 去去去渴望 我们可以成佛 所以这是一个 很大的误解 很大的误解 好我们再 再回头 再整理一遍这件事情 好 就是说 你如果 你如果只是说 好我 我从我的般若智慧 来处理我自身的烦恼 好我 我来处理我自身的烦恼 然后我觉得 我只要能够达到 我自身的 涅槃极境 这样子就够了 这是我认为这样子 然后我对所有切 我都看 看淡 看淡 那 佛陀的意思是说 你这样子的心思 你这样子的心思 就一定不完整 不完整 不究竟 为什么呢 因为 你如果心中没有大慈悲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 想到说 那我所享有的这种 这种涅槃极境 还有很多人没有得到 我有一个大慈悲心 会想要去帮助别人的话 那么你这些修行 你这些修行 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得到真正的喜乐 好 那所以唯有你要去 度化众生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你原来的修行是不足的 这是整套的说法 这是整套的说法 所以你既然要去度众生 你就要去了解众生的个别差异 那你要去了解众生的个别差异 那就必须要把所有的假象 都要去认真的条列看清楚 所以为什么会有要这么多的有 而不是一直在讲无或空 因为你要去认清楚现实的世界 你理论 你般的智慧 电力的很好 可是你要出去 走出去度众生的时候 你就要认清楚 而且你要非常 非常非常认真的去看这些 这些事情 这样子懂我的意思吗 好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们开一个 我想很多很多的道场 都会有开训练的课程 那训练课程 就会有发一个结业诊书 对不对 发一个结业诊书 或者是说我们去参加 三皈依 受五届皈依的 所谓的皈依诊 那大家都会想要 有一个那样子的诊书 所以我们去上课 上了三个礼拜 然后拿到一个结业诊书 好 那你不能讲说 你不能讲说 这些都无聊 对不对 就不生不灭 无垢不尽 无肉无尾 你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 你为什么要去追求这些东西 你这样子就讲不通 你这样就会觉得 人家会觉得你 你很奇怪 对不对 好 那你不可以去看不起 这些要求有的 因为在我们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追求这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有 好 我们会很在意 要迁到 然后呢 要出息率多少 然后什么 在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有规划的学习当中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 那样子的 这样子的 般若 信空的这样子的能力的时候 那么这些每个阶段的有 对我们来讲 都是一个可以依托的一个阶梯 好 那所以 所以佛陀的意思是这样 佛陀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 你们一定要 一定要把你们原来认为 你已经修到一个 无声乏忍的状态 这么清凉的状态 你一定要离开这个舒适圈 你要去帮助别人 当你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看得懂 跟你不一样的人 他们的烦恼在哪里 他们的困顿在哪里 这样懂吗 所以他们需要些什么样东西 你要从他们的需要去享受 但是 在这段话里面 这个大家设尊者 他是在跟佛陀 在讲他们这一段时间的心情 我们所修行的东西 是这样子的内容 所以虽然你 我们跟着老师 去别的地方上课的时候 我们也跟着你看着你 去告诉别人 要行菩萨道 要能够成佛 但是我们都觉得 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 是因为我们所学的内容 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些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在 怎么说呢 在很多的经文里面的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辩证 一个辩证 那最多的辩证是在 唯魔结晶 那就是说 唯魔结晶是专门修理 这些生文重 就是说你认为的空性 你认为的你所修到的 这个涅槃基金 他不管用的 他不管用的 你现在暂时 那个只是一个暂时 你以为的 一种好的境界 这样懂吗 所以他说 我们 为什么我们会不想要 没有完全没有觉得 成佛跟我们关系 是因为我们以为 这叫做无贪无作 我们以为 好 那所以没有这个志愿 而至于法 为是究竟 就是我们自己认为 这就是最后 最厉害 最好的地方 好 我等长夜 长夜就是说 我们在黑暗中摸索 修习空法 这是我刚刚讲的内容 德托三界 苦恼之患 助最后生 有余涅槃 现在他知道 这叫有余涅槃 所以还有一个叫 无余涅槃 是真正的 真正的涅槃基金 佛所教化 德道不虚 则为以德报佛之恩 佛所教我们的 我们都能够认真的学 而且我们都没有 没有错过 所以我们已经认为 我们已经学得很够了 很够了 好 我等虽为诸佛 只等 好 我等虽位 对不起 这是虽位 诸佛只等说 菩萨法以求佛道 再讲一次 他们是做佛 助教的 而于事法 永无乐要 这是一个多么 多么吊诡的事情 对不对 你去 你去劝人家 好 你去劝人家说 好 你去教人家说 哎 你要吃这个养生的东西 吃了之后 对健康很有帮助 然后你可以怎样怎样 但是我不吃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我不需要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对不对 他说 好 那导师见舍 观我心骨 好 老师 你当时并没有纠正我们 好 你你竟然就是 你不是竟然 就是说 你可以纵容我们 就在这样子的状态 离 离开这个求佛之道 而 而还继续在当助教 是因为什么 观我心骨 好 你你非常了解我们 出劝 出不劝尽 好 说有实力 你看懂我们 那个时候讲没有用 如父长者之子智裂 以方便利柔福其心 所以 看懂了这段话的意思吗 我再重讲一次 就是说 佛陀知道这些大弟子们 没有想要行菩萨道成佛 但是 他带着他们去讲课 甚至于他叫他们帮忙讲课 都讲的是要求成菩萨道 所以 他竟然叫这些 不想要成佛的人 去劝人家要成佛 这样懂吗 其实是一种宣传 这就是我们讲 以方便利柔福其心 讲着讲着这些内容 其实在他脑海里面 都建立起了 建立起了这个架构 只是他们一直很坚持说 这跟我们没有关系 然后最后在 在今天才告诉他们说 有啦 你们都会成佛 所以是不是就马上就能够 契合上去 所以对于行菩萨道 对于这个求佛道的这些事情 这些 这些生文众 他们不是没有学过 他们不是没有听过 这不是秘密 而且甚至于他们自己都会说 只是他们心中觉得 这跟我们有关系 所以佛意如是 现稀有事 知药小者 以方便利调福其心 乃较大致 所以我常常讲说 这两品 就是第三品跟第四品 非常非常的精彩 就是他们两边在做 非常精准的确认 因为他们已经相处 已经超过超过二十年 对不对 就是这些大弟子们 投到这个僧团里面来 跟着佛陀一起学习 一起讲课 这么多年来 他看着佛陀怎么样去上课 他看在眼里 那所有的一切 都来自于他们自己 瞎瞎懂了 就是说都来自于我们自己 我们认为已经满足了 我们认为 那些行菩萨道的事情 就让那些菜鸟的那些人去做 我们很老了 没有我们只要顾好 我们自己就好 原来佛陀的方法是这样 他运用我们的专场 运用 然后给我们我们所要的成果 然后最后告诉我们说 这你们有份 我等今日得未曾有 非常开心 非先所望而今日得 之前我们并不指望的 今天得到了 如比穷子得无量宝 至尊我今得道得果 于无漏法得清净也 我等长夜持佛境界 始于今日得其果报 法王法中久修犯恨 金得无肉无上大 完全就是成果了 所以你看我们从这段话里面 可以非常清楚地勾勒出来 佛陀在当老师的时候 他的策略是 他的策略是怎么回事 他的策略是 既然是这样 你们认为你们不要行菩萨道 没关系 那我们去跟他们那些人讲 那你们就跟着讲 你们就跟着听 然后跟着讲 没关系 你不想要成佛道 没关系 可是讲着讲着讲着 这些东西就在你的脑海里面 就深深地重复了 那今天我在告诉你说 其实都一样的时候 你马上就接滚 所以他说 他说这个 我们今天得到德国 你看到没有 得到的意思就是 我们找到了道路 我们收获了成果 于无肉法得清净眼 无肉法就是没有烦恼 得清净眼 我等长夜 又再次长夜 就是在黑暗中梦想 在黑暗中 完全就是只是一种信念 我们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清楚 持佛境界 时于今日得起果报 我们在做这些之前 所有的修行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会有今天 所以那个长夜的意思 法王的法中 久修犯恨 经德无肉 无上大国 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开心 是因为 因为经过这么长的 黑暗中的梦想 我们今天终于得到 这么好的成果 所以我们当然开心 我等经者真是声闻 以佛道声令一切闻 就说好 我们非常开心 所以他那个大的 那个开心的 那个誓言就跑出来了 以佛道声闻 佛道声令一切闻 什么叫做声闻 他说我们今天真的是声闻 我们发的愿是要以佛道的声音 让一切闻 这个解释非常非常的感人 本来我们认为声闻 就是我们听到人家讲的 然后学习 他现在不是 他说我们今天定义 我们的声闻是 我们要用佛的声音 让大家都听得到 我等经者真阿罗汉 我们今天真的认为 我们是阿罗汉 于诸世间天人模范 朴于其中应受供养 阿罗汉就是应供 我们今天真的 我们真的承认我们是阿罗汉 我们接受所有人供养 这是什么意思 你凭什么接受人家的供养 就是你愿意去服务大家 所以应供的意思是 你的德恨值得我们学习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供养你 然后你来教我们一些 属于你通透了解的智慧 这叫应供 那所以佛才有 佛会有这样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今天终于懂得 什么叫声闻 声闻是以佛道生令以切闻 那什么叫阿罗汉呢 是我们 我们可以昂首阔步的 走进人群 让你们供养我 而无愧 无作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利益众生 因为我们发愿利益众生 然后我们接受众生的供养 所以我们养不愧天 对不对 那佛不作一地 所以 这样子的发愿 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 世尊大恩以稀有事 怜悯教化 利益我的 无量意欺 谁能抱着 感动吗 就说世尊你这样 你这样子对我们 你这样子教我们 用这么迂回 这么不能讲委屈 这么特别的方式在教导我们 经过无量意欺 也是没有办法 也是没有办法报答 手足供给 头顶 礼敬 一切供养 皆不能抱 他就在讲他们的心思 什么样的东西 我把手脚都给你了 头磕到地上 所有的一切供养 都不足以回报 你对我们的恩德 若以顶带两间 两间 附和 于恒和沙姐 尽心恭敬 以美善 无量宝衣 及猪握具 种种汤药 牛头沾 一切塔庙 用种东西 然后保一部地 如师等事 用以供养 于恒和沙姐 亦不能抱 我就在形容 他现在感谢老师的 那个教诲 诸佛稀有 无量无别 不可思议 大神通力 无肉无能 无肉无为 诸法之王 能为下恋 忍于私 就是你为了教我们 那个忍耐 除了除了你要 你要变成跟我们 一样之外 你眼看着我们 是这么的不想要 你给我们的 这些财富 而能够安定的下来 这是太感动 太感动了 能为下恋 能为了我们这种 这么 这么 不成才的学生们 忍于私事 能够安于这样子的 取向凡夫 谁以为说 诸佛与法 得罪之在 那 知诸众生 种种欲要 及其智力 谁所贪任 以无量欲 而为说法 谁诸众生 素是善根 又知成熟 未成熟者 种种酬量分别之意 予以胜道 谁以说三 所以 这后面这一段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 开始 感谢老师 那感谢老师 不是只是说谢谢 是他形容 老师怎么样去对我们 我们都看懂了 那所以这些 这些不是可以用 用这些很稀有的珍宝 然后来供养 可以报答 那用什么方法来报答 进行受 报私人 怎么报呢 就是传承老师的这一套 继续去录 利益众生 所以为什么他要说 下面的这一段话 就是说 他在这一段里面呢 要非常清楚的 告诉老师说 我们懂得了 我们完全了解了 所以他说 到这里 对不对 到这里 是形容嘛 就是说 这些宝物来供养你呢 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是要怎么样 诸佛稀有 好 诸佛稀有 无边无量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大神动力 好 无漏无为 诸法之王 能为下列人于失事 好 取凡夫相 谁以为所 什么叫取凡夫相 就是非常非常的懂得 每一个人的个别差异 而接受每一个人的个别差异 那个取 就是我接受你不同 然后我才能够随意说 说法 好 诸佛与法 最得自在 得罪自在 所以你一定是要非常非常的了解了 所有凡夫的个别差异 你才能够在这里面 自在的去 去为大家说法 如果你只认为 大家只能有一种反应的话 那这个老师绝对是不成功的 好 好 那 所以因为你取凡夫相 所以蜘蛛众生种种欲要 对不对 极其智力 就他的志愿是 是坚定的 还是容易 容易这个变动 还有呢 谁所堪认 他堪认 就是 刚才没堪认 就是说他到底能够了解多少 所以用 不同的辟语来说法 那又随着众生的素式善根 也了解众生的成熟未成熟 用种种不同的运筹 或者种种不同的方法 计划 通通都知道 通通都知道 所以 守住这个一圣 佛道 而随意说三 好 你把它分成三个 所以这句话 最后这句话 就呼应到前面的那品的什么 火宅三车域 好 所以这整整篇信节品呢 最重点就是这些这些老学生们呢 他们要表达 他们完全了解老师这一路以来教学的方法跟重点 这信节品的重点 那大家都会 大家都会把这一品的重点放在那个穷子欲那个故事上 当然那个故事很重要 那故事其实也不难理解 但是我要提醒的各位就是说 信节品的重点在后面这这记子 这一段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学生们要了解了老师教学的教法 他才能够传承这个教学 对不对 那佛陀这个法华经从头到尾就是佛陀要告诉这些学生说 你们要传承家业 什么叫传承家业 什么叫做这个有钱的人把财宝给了这个儿子 这个儿子是让他去当货哨然后乱花吗 不是 传承家业是要把这个佛道继续传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张里面我自己认为 我自己认为最感动的就是他说我们终于知道我们叫什么叫声闻 好 一佛道之声让众声闻我觉得那个很感动就是说那个发愿就是这样发 老师我们懂了我们懂了我们是声闻没有错是我们要把佛陀你教我们的东西继续怎么样让更多人听到 这叫声闻 好我们我们现在承认我们是阿罗汉 我们抬头挺胸的走出去让所有人供养 为什么因为我们发愿利益众生 这才是真正的阿罗汉 好那今天我们我们的的课就在这样的慷慨激昂中要要要要画下去一点 那下礼下礼拜开始我们要进入第第五品那就我之前有跟大家提过了 然后法华金写的书写方式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有有有有韵律 所以当当我们看到这么这么慷慨激昂的一段一段一段记子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预期的接下来就是怎么清凉的小品要开始要下雨 就配合我们春天的氛围你可以想象在树林里面 然后下着下着雨然后一片芬芳 他说所有的所有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接受到这样子的甘霖 那大家也会就知道我为什么我们的为什么我们的群组叫做法华雨林 好就是说因为当时我我觉得我看到法华金的时候 我最我我我最感动的因为刚开始嘛 就是从第四品的这个慷慨激昂的结束 然后进入药草品 然后佛陀说安娜我没有那么委屈啦 我没有那么为难啦 我都知道啊因为我我我我既然要出来 所以我知道你们就是像小草小树大小大树一样 会有不一样的会有不一样的洗手礼 好我是事先我就知道的 所以现在这一份温暖就在法华金的每一个每一个品项里面呢 就这样子流转 好那呼而干海激昂那呼而柔美 好那也谢谢大家的的的的聆听啊 那因为有各位的捧场就让我呢 有有动力继续讲下去 那今天要特别特别谢谢 呃杨慧婷他提醒我漏了那两那两句啊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自己跑掉了 好谢谢大家那我就邀请大家一起来 谢谢大家